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Patricia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咱们老北京的枣切糕 那材料非常简单啊 就是糯米 就这种圆粒的糯米 我这头天晚上给它泡了一手 然后呢 提前两个小时把这个小枣泡一下 这个小枣呢 一会我们要手工去把它去核 你要买到那个无核的那就更少 如果想增加一些这个口感的话呢 也可以再自己做一点这个豆沙 红豆沙或者买来的豆沙都可以 这是我也是头一天晚上给它泡好的红豆 好了 现在我们就先开始这个蒸这个糯米饭 这个糯米饭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电饭锅蒸就可以了 这个水量呢 就差不多这个食指这么一个 指度这么多啊 好了 按下煮饭键就好了 现在呢我们把泡好的红豆呢 也下锅啊 水量呢就是没过红豆再多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 这个红豆看很快就煮开了 好 这样呢我们就给它关小一点的火呢 盖盖呢慢慢的 直到把这个水呢 给它煮没了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小枣呢 给它切开了以后把盒去除啊 好 看看我们这小枣都已经去糊了啊 看看怎么去的呢 你就顺着它这个枣糊它不是圆的吗 你就滚着刀转 这样一个完整的枣糊就剃出来 而且枣型还不变 再来一个啊 而且这个枣你一定要先泡至少两小时才好弄啊 你看 转着切 这跟剃骨头似的 这把他剃出来了 好了 我们那个小枣去糊去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上锅给它蒸个半个小时啊 好 时间到了啊 半个小时 这个枣呢都已经蒸到熟烂了啊 关火 看看我们的红豆啊 已经把水都熬出去了啊 因为我呢这次是要把它呢 和这个买来的红豆沙给它拌在一起 因为买来的红豆沙太甜了 所以我就熬一些这个原味的啊 没有甜味的 跟它中和一下 好了 现在我们就关火了 然后把它晾凉以后呢 我们用那个打汁机把它稍微打一下 然后再和那个买来的那个豆沙给它拌在一起 这样呢就非常的香了啊 ok啦 我们的糯米饭也已经蒸好了啊 到时候了 这个稀稠度正合适啊 看这热气 好了 我们把它拿出来晾凉 好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豆馅稍微给它打一打啊 好了 现在我们就把 上次做这个玫瑰豆沙这个买来的这个豆沙馅给它拌进去啊 因为这个买来的这个豆沙馅太甜了 我们这样给它中和一下 嘿 好了 搅拌好了啊 嘿 我刚才尝了一下啊 这样一动呢 那个原来那个豆沙馅也不那么厚甜了啊 嘿 太棒了 起火 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做我们的这个切糕了啊 我们找一个长的这个玻璃的这个模具 然后呢 把这个融化好的黄油呢 给它在这个盆底呢 给它抹一抹 四周啊 都给它抹一抹 这样它一会儿就好脱模了啊 我是喜欢这个扣过来这个面上有一层红枣的 所以呢 我呢 就在底下就买一层红枣 要把它的切口冲上 因为一会儿我们要扣过来 要这个面冲下啊 好了 满满的铺了一层以后呢 现在就在这上面呢 铺一层糯米 然后呢 我喜欢在这个糯米这一层中间呢 再铺上一层那个豆沙 好了 这层豆沙馅铺好了以后呢 我们再来铺上一层糯米馅 糯米 好了 现在呢 最后啊 我们再把这个小枣们全都给铺进去 担心我的小枣有点不够啊 真是有点不够 剩下不够的地方怎么办呢 我们给它铺一点葡萄干 你愿意放 蔓越莓干啊 什么干都行啊 只要自己喜欢的干都可以 好 然后呢 最后在上面我们再来一层糯米饭 好了 我们这个切糕啊 就都弄好了 这个盖上呢 我们也给它抹一点这个黄油啊 这样一会儿打开盖的时候就好脱膜啊 然后就给它扣上 这样压上 给它压齿是吧 哎 使劲压 好了 我们这个就做好了哈 这一盒 看到没有 现在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给它冰上至少三个小时左右啊 就可以吃了 好了 我们这一盒 拿出来哈 冰箱是隔了一夜啊 我们现在把它当 我们要用个小刀 脱一下 咱们的老北京枣切糕 马上就要出来了 看看啊 哇 我们的枣切糕就成功脱膜了 真想吃啊 这个小枣特别甜啊 哎呀 那些糯米呢 特别的糯呀 OK 我现在呢 就给它切出来啊 切成一片一片 切之前最好给这个刀呢 上面给它拍点水 这样呢 它就不会粘的啊 不那么容易粘 这样啊 顺着这个枣的这个缝儿 喝 泵黏泵糯 看看没有 漂不漂亮啊 这一层 这个比八宝饭 蒸出来的米啊 还要糯啊 喜欢的话 上面可以再撒一点金糕 或者撒一层那个桂花蜜都可以 我呢 先尝一尝看看 如果味儿够了呢 我就什么都不撒 我们小的时候最爱吃这个 枣切糕了啊 一口枣一口糯米 太香甜了 而且糯米里面完全都不需要加糖的哟 嗯 太好吃了 有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都自己去试一试 谢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并帮我点赞加分享哦 我们下次再见咯